哈囉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2月28號,禮拜六 那也就是青龍伺服器的國戰日 那國戰的話,每個佔領的城池啊,它的縫路是不一樣的 我待會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先看一下爐漿 爐漿的話它的縫路啊,裡面的話有機會抽到這個精銳油麒麟,還有這個飛田馬 哇這個很特別喔,這個很厲害 它可以加智力跟精神還有同域,數值非常的好 最高可以到132比目前商城的,最好的還要好 OK那我們看一下財商,財商的話 財商感覺就還好,我覺得佔領財商好像獎勵不是特別好 對啊,就一版本而已,它可以抽到精銳油麟跟無椎馬 哇,爐漿真的很棒,我覺得有機會要佔領爐漿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長沙,長沙的話 是金瑞藤甲兵跟這個沙裡飛 嗯,一般般,也沒有飛天馬,好耶 爐漿真的好棒喔,天哪 好,我們看一下江州 江州的話是金瑞奴兵跟漢邪馬 這個商城就抽得到了 OK,那下面其實還有一些可能內衣啊,或是盾 其實每個城市感覺都差異不了多少 主要是差異在前面的兵令跟馬的種類 好,我們看一下成都 啊,成都沒有 好,主要 呃,主要只有那個 其他的城市,除了一些三大城之外 其他城市都有 好,看一下上擁好了 哇,上擁有這個金瑞猛獸兵耶 還有捲毛刺拖馬 哇,所以上擁是個非常棒的城市 很值得佔領 好,看一下襄陽 襄陽 哇,襄陽有這個金瑞宮崎 這個現在超貴的 一張 一張的話可以賣到四五百元寶 還有迪魯耶 哇,迪魯的話應該是 統 統治型的 軍師啊,或者是好險很需要的 哇,這個也不錯 商城也抽不到 嗯,襄陽很好 然後上擁也不錯 還有,剛剛還有那個爐漿 好,待會再做個整理 看一下江夏 江夏的話就 兵戀的話就一般般 金瑞練槌 那馬的話是這個白龍鞠 最快可以到一百二十五 金神加十五,統一加七,智力加五 嗯,也不錯 商城抽不到 好,看一下獸春 獸春的話是金瑞五雞跟追風 他的趴數最高是到一百二十五 這個應該是反猛在用的 反猛或反豪 好,我們看一下徐州 徐州的話 是金瑞劍士跟天馬 天馬的話 商城抽得到最快一百二 嗯,一般般 好,看一下汝南 汝南的話 金瑞刺客跟寮冤火 寮冤火的話 嗯,速度最高一百二十五 是烏猛在用的 好,我們看一下碗 碗的話是金瑞割擊跟絕影 哇,這個絕影速度可以到一百三 智力最高可以到二十三 還不錯,這個是智力的方式在用的 星爺 星爺是金瑞長劍跟無孫 嗯,一般般,一般般 好,看一下長安 長安的話有刺兔馬跟金瑞鐵奇 哇,這個刺兔馬 這個刺兔馬是加反應的 反猛非常的需要 好,看一下徐昌 徐昌的話是金瑞匈奴耶 跟爪紅費電 哇,這名字好帥 這個是加武力跟加反應體魄 速度最高一百三 嗯,好地方 好,再看一下徐州 徐州的話是金瑞劍士跟天馬 哎,剛剛好像看過一般般一般般 好,看一下北海 北海的話是金瑞幸會跟大王馬 天啊,這個城市的鳳鹿非常一般啊 這個不是解任務就有了嗎 最高出的一百十六 好吧 OK,那大家應該知道了吧 所以如果說要佔領城市的話 一定要挑這個鳳鹿 鳳鹿比較好的城市去佔領 好,如果說一些大的一些軍團 只能夠選一個的話 就要看這個鳳鹿來挑了 好,謝謝大家 那我會在那個下面的地方做個整理 讓大家去找尋的話會比較方便一點 OK,掰掰 拜拜